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半部地区在31 中午的时候天气晴淡 你注意那个山头上面 乌云开始出现了 因为今天下午以后 整个西半部地区 仍然会有出现 下午外出活动 西半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了 接着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我们先来注意到 台湾上空天气晴 最重要风向 已经开始变成偏南风上来 南风上来温度高 而水气的发展 都已经到达大陆的 华南跟西南地区了 那对我们来说呢 天气晴朗之下 这两天要注意的 就是5号争雨了 目前在太平洋面上 注意这里有一个热低压系统 纬度部分已经偏高了 那未来的走向 会往日本南方的南部走去 所以在未来 大概到了礼拜三到礼拜四的时候 会接近高支道宫崎附近 那这个系统目前看来 因为在整个大的低压带环境当中 所以应该会是热低压的程度 接近日本来说会比较明显 变成台风的这个程度来说 相对的是偏少 但这个大低压带 目前都在我们台湾东方海面上 倒是下个礼拜之后 在我们台湾的东南方海面 会有一些系统 有机会发展起来 这个礼拜没机会 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就可以注意到 一个热低压系统呢 未来的话会往日本的 南方的海面前进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没有影响 台湾上空就是受到 这个小的高压场的范围 所以天气晴朗延热 下午的时候有局部的午后震雨出现 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来看一下各地 在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温度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是炎热 明天的午后震雨状况 比今天来说减少 到了中部有午后震雨 南部天气晴 东半部午后震雨三区 外岛地区临心降雨 提醒您中午热户外活动 多喝水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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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礼活 感谢您的观看 警方规ْri mode